生命的成长是在于不断地跨越 愿跨越的人生成为你每天生活的动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刘头牧师 欢迎你收看跨越的人生 位分与机会是生活当中最需要知道的两件事 很多人在人生里中感觉迷惑无奈 主要的原因就是既不明白自己的位分 也看不见自己的机会 什么是位分呢 其实它与你现在的处境是有关的 我常听见有人说终于拿到绿卡了 但你有没有想到过这新的身份就是你的位分呢 有的人说我找到工作了 你有没有想到过这也是你的位分呢 无论处在怎么样的环境 要确信神在你生命当中是有计划的 所以不要轻看你的环境 反而要存谦卑的心接纳这个生命的位分 一旦确认你的位分 你就会看见每一个位分 其实都是一种机会了 教会有位姐妹一直希望能够发挥所长 出来服务人群 但因为家里有三个年幼的孩子 再加上家务繁忙 所以多年来她很苦恼 觉得自己的才干被埋没了 直到有一天她明白 其实这就是她现在的位分嘛 生命就有了极大的转变 首先她不再埋怨了 她在厨房炉子上贴的一天三次 在此服侍神 然后又在家里组织了妈妈小组 邀请那些同样被家务 我现在就说她肯定是个人的 这次判复球 他结束了 我们下车的结果